各位乡亲大家好 有心的朋友注意到了 我这个视频的 这个图换成了 一个立方铁 冲向地球 像天外来的陨石一样 其实这个场景是 美国这个电影《变形金刚》 讲的51区 跟51区有关 其实是51区的一个引路石 但地点说的是湖佛水坝 就是外星人 这个汽车人 汽车人有一个 叫火种猿 它叫火种猿 但它是个立方体 大家知道51区 也有一个名字叫 叫盒子 就是BOX 就是立方体 伊斯兰教的这个圣物 就是黑色的这个石头 黑石就放在 这个卖家的这个天房里 就是这个天房 其实就是个立方体的意思 这个陨石 这个黑石其实是个陨石 这都是有关联的 这湖佛水坝 之前跟大家讲过 它的含义就是石区分界线 就是114度 湖佛水坝有很多秘密 就是在这个《变形金刚》 这个电影里 它是美国的第七区 第七区是一个管理外星 神秘现象的这样一个组织 湖佛水坝 它那个坝头上 它有一组雕塑 就是两个天使 两个翅膀 就是指向天空 然后两个脚 就是笔直的 像跳芭蕾舞一样 指向地面 那个脚的那个直头 就叫拇指 大家都去摸 说摸的有福 老外他也信这个 其实它就是指向 那个翅膀 指向五十一区 那五十一区 那个最长那个跑道 就是一个天使之一的形状 就是湖佛水坝这个雕塑 天使的那个翅膀的这个形状 然后脚呢 指向地 就指的这个 114度这边的这个大脚印 然后旁边呢 就是一个星盘 星盘指的十二宫 十二宫呢 就分成三组 有去过 湖佛水坝的朋友 你可以应该注意到 它 它有十六支 十六支箭 就是 它那个 它那个星盘啊 就是那个中间啊 是 是一组 那个箭头 它其实跟那个CIA 就那个标志 是差不多的 这个意思 它就是一把单箭呢 就正正的指向 这个14710 然后双箭呢 就指向这25811 它就是 这有它的那个 它那个密码 那个指向 然后地面上呢 都是这个黑色的 这个大理石铺的之后 然后是银色的 或者金色的那个星图 其实就是指的 天上的星图 对应地上的 就是 其实也指出了 这个人类文明啊 它的这个由来啊 我们来自于这个鸿蒙太空啊 就是这个 飞船来的 开头讲这个的 讲这个的 有的朋友肯定跟 说到 跟陨石一样啊 陨石降落 因为最近 说是这个 吉林这个松原 有陨石降落 就10月11号的这个 凌晨啊 有这个 陨石降落 闹的动静挺大的啊 就是这黑夜 营造成了白 白昼一样啊 因为这种陨石 这种这种现象呢 是不多见 因为它这个 声响巨大啊 然后光亮 这个强烈 很多人都看到了 有朋友啊 肯定就 联想到了 1976年 1976年 也是吉林 吉林这个地儿啊 就是降下了 陨石雨 其中最大的一块 就是一吨多 就1770公斤 然后总重的 两吨多 这个最大的地块呢 降到哪了呢 降到了吉林的 这个永吉县 这次降到了 吉林的松原县 那你有心的朋友 应该就明白 是怎么一事的 据说老毛啊 听说 这个吉林降下了 陨石 然后非常的不高兴 就是要死人的 就是1976年 3月8号降的陨石雨 老毛是 是9月9号吧 9月9号去世的 就是文革就结束了 就是一旦摸头啊 这个就算完蛋了 因为老毛也是信这个的 据说那年 去世那年生日的时候 当然这个也可能 真也可能讲 我觉得可真实性 还是挺高的 就是讲老毛的这个生日宴 也没什么心情 就是下完面嘛 结果面条都煮烂了 大家应该知道 给这个中共最大的 这个摸头供应的这个东西 都是特供 老毛抽的烟 用的这个餐具 穿的衣服 他全是特供 都有专门的机构 北京当时都成立了 专门的给他搓烟卷的啊 还有他的这个 用的这个瓷器 都景德镇特制的 所有都是特制的 就他的面 大家可以想想 那也不是一般的面 结果就下的锅就煮烂了 老毛一看 那心里是明白的 等到躺山地震 再一震 老毛心就明白了 就要走了 有传说啊 老毛梦见 有白衣人来自三乡四水 就找他回去了 他一死 这个事啊 这个就算 告一段落 就十年浩劫啊 中共也把它称作 十年浩劫 就结束了 今年 这次又是吉林 这次改到了松原 降这个陨石 总之不是好兆头吧 没人把它当作 当作对政权是好兆头 那老百姓啊 尽可以乐一乐 我今天特意的讲一讲 我了解的这些典故 因为一般的朋友 可能不是太注意 最早的说到这个陨石 天降陨石 跟这个朝廷政权的关系啊 他就是来自于史记 史记讲的这个 秦王三十六年 东郡 降下了陨石 有人在这个发现啊 这石头上刻着这个七个字 史皇帝死而帝分 就是这个秦史皇死了 帝分了 就是这个分裂了 因为当时 秦史皇是咱们知道都知道 那是中国 封建王朝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在此之前是没有 没有这种制度的 也没有皇帝这个说法 就说史皇帝死 就完了 大帝又 这个又重新分了 然后 秦史皇就派人家去 去破这个案子 看是谁干的 是谁在这个陨石上刻了字 没人承认 那秦史皇就命令 把这个附近石头周边的人啊 全杀了 杀光了 杀光了 也没挡住秦史皇的死吧 当然秦史皇是第二年死的 他是37年死的 但前一年啊 已经有预言了 那年也挺怪的啊 那年发生很多事 发生很多怪事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 有人拿了一块玉璧啊 给这个朝廷的使者 朝廷使者经过这个华音啊 就小道吧 走夜路 碰见有人拿了一块玉璧给他 给他说这个 今年祖龙死 使者回来给秦史皇讲了 秦史皇也没当回事啊 当然可能心里有 心里知道总的事 但嘴上还硬啊 不承认 说这个祖龙不是指他 祖龙指的是 人的十足 后来他就找这个 因为是玉璧嘛 就找这个朝廷管这个的官员 过来鉴定一下 一看呢 坏了 这事还真是奇妙 这秦史皇原来啊 这个南渡的时候 在南方祭祀的时候 投到江里那个玉璧 那怎么到的这个 到的这个使者手里啊 说这个就是问题啊 这个就是问题 反正都是怪事 就是这个东郡在哪 就是这个陨石啊 降到东郡 东郡在哪 东郡指的就是今天 其实河南的濡洋啊 河北 大明 山东 山东的东昌府啊 就这一带 其实是 东京的 115度 就在这一块 115度 或者说114度 像115度过渡的这个地方 这个陨石降到这个地方 等到秦史皇第二年巡视 一路向东 巡视到海边 又 据说走到前塘江 又回来 回来之后 走到平原 就今天的得知山东的平原县 那时候叫平原金 大家知道平原 有意思啊 秦史皇就突然得重病了 得重病之后啊 就继续走 走到哪呢 走到在我老家这个附近 我老家巨路啊 巨路紧爱的就是广宗 广宗县这个地儿 广宗原来啊 旁边就是 就是今天的威县 威县之前叫做京城县 后来那个留下叫京镇 京镇今天还有 京城县这个名字没了 京是哪 就是这个京度的京 圣经的京 四十五经的京 这就是 这就是天机啊 你只能这样讲 这就是天机 那这个 走到这儿 广宗县啊 广宗县有个叫 沙丘平台 今天那个地儿 我也去过 去的时候 反正发现那个地儿 反正挺穷的 都是沙丘嘛 种庄稼 也不怎么长啊 就是这个 老百姓都挺穷的 走到这儿 秦史皇就算 不行了 留下遗诏 当然不是遗诏吧 就写了诏书 盖上了印 让人送给他的 他的长子 叫福苏 让福苏 准备给他办丧事 因为他也知道 已经不行了 也让福苏继承地位 后来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了 赵高跟李斯 跟他的这个呼海 这个小儿子呼海 两人密谋 几个人密谋啊 把这个信扣下了 然后交召啊 就是这个 又发另外的诏书 让这个公子福苏啊 跟那个将军蒙田自杀 然后呼海继位 这就是中国历史啊 他的这个诡异之处 秦史皇死的这个广宗沙丘啊 就是东京的115度 但秦史皇出生在哪呢 出生在聚近 距他这个死的这个地儿 向西一百来公里 就是邯郸 就星滩南边啊 几十公里 挺近的 邯郸是多少呢 114度 这就完成了一个逾越节 从生到死的这个逾越 这个陨石啊 就降到这个地方 就预言了秦史皇的 就对应了啊 就死和生 就是一个轮回 到吉林松原啊 这次陨石 这个地儿 为什么陨石降到这个地方呢 有的朋友可能就不太理解啊 不太理解 那我告诉大家 这个地儿很有意思啊 松原这个地方 也是东北地区啊 地震最频繁的一个地儿 东北历史上啊 就稍微有点能考证出来的历史上 就是在公元这个1119年 在这一年呢 发生一次大地震 应该后来考证 应该在七级左右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当时死了好几千人 据说有八九千上万人 他在东北的海城地震之前 就唐山地震 怎么说叫唐山地震 就是于是降落那一年啊 在这次地震 海城地震之前 整个东北这一带历史上 据历史考证以来 考证啊 就是最大的地震 诡异到什么程度呢 去年2018年 5月28号那天早上 就地震 松原又来一次地震 五级多 到下午 可能上午中午交界这个地儿 中午这个时候 来一场龙卷风 龙卷风挂了很长时间 毁坏了不少东西 地震 龙卷风 隔着今年又是陨石 所以一切都是 有它的这个 显现啊 就意志啊 就天的意志的显现 中国历史 经常会 在历史中啊 在会记载这些东西 你要说 其他的不可 不可捉摸啊 或者这个太 子虚勿有的东西啊 太奇幻的东西啊 可能不好说啊 但像这像这种啊 重大的天象 还是靠谱的 中国历史 它在世界文明中啊 它的独特地位 就是它历史 是很连续性的 至少比方说 这个干支纪念啊 就就就一天一天的往前落 然后一年一年的往前落 从至少啊 是从春秋时就开始了 一直到今天 没有中断过 然后天文观测的记录 非常的详细 这个就是一种 一种脉 大家知道应该叫一种脉 就是文明的脉搏 历史的脉搏 也是自然法则的脉搏 就是一种波 它在 显示 天人相应 我们说到松原 松原这个 松代知道啊 松是木工 十八工 木工 这个松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地震 旋风 陨石 都朝这个地方下 都朝这个地方 这个使劲呢 他知道西游记里 讲这个孙悟空 跟菩提老祖 学道 学长生之道 菩提老祖传给他 长生之妙诀 显密原通之妙诀 西修幸免 无他说 最后是怎么成道 我给大家讲过 他的意思就是 其实就万教合一嘛 终极的秘密 终极的秘密就是 一系列的符号 就是规矩的符号 颈字的符号 各种标志 都在这个 长生之妙诀里 孙悟空跟 这个菩提老祖 就学各种变化的 这个本事 有一天 菩提老祖睡觉了 徒弟们说 你看 就你跟师父 学了本事了 给咱们 显摆显摆 孙悟空说 你们说要变个啥呀 别说就变个松树吧 孙悟空就变了个松树 那个西游记书里 用很长的篇幅 来描写这个松树 长得那个 这个矫健 特别的有生气 大家就喝彩 说变得好 菩提老祖就 惊醒了 出来一看 孙悟空变松树了 菩提老祖就非常生气 就说你这个猴头 你在这臭险呗 是吧 滚蛋吧 就是你该你 即使就是赶紧干活去了 要翻天覆地 要造反去了 要推翻这个 这个旧秩序去了 孙悟空造反 在这有个特点啊 就我从一开始讲孙悟空造反 孙悟空造反是从天上造到地下 造反造到地狱 造到十八层地狱 造到这个 造到天上 造到玉皇大帝 造到这个 三十三天啊 到太上皇军那都去了 然后造到四海龙王 也都去了 四海 天地三界 孙悟空造反最彻底的 这个人很有意思啊 就从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起因啊 就是因为孙悟空变了松树 菩提老祖认为他呀 露出了道的本相 我们再继续讲啊 就是 老毛啊 还得说老毛啊 就几件是关联着呢 老毛的这个孩子啊 他 这个俩女儿 都姓李 都姓李 因为老毛叫李德胜嘛 大家认为老毛 起了画名叫李德胜了 然后喜欢这个名啊 还喜欢这个姓 后来俩女儿都 都让他姓李啊 就终生就没有再改过来 这个李德胜这个名字啊 我们之前讲过啊 它来源于这个 九宫道的 这个道手 李向善 李向善呢 就是在这个 115度线上 这115度线挺神奇的啊 就是 穿过巨路 巨路中间啊 巨路中心线啊 就巨路这个中心的线 这个分界线 几乎就在正中啊 就是115度和114度的这个 这个过渡这个线 这条线 这条线上 藏老男子 取出这一带呢 就是这个 韩太湖 就创立这个 红阳教的 就飘高祖 也是这个武林侠客的 这个传说啊 很厉害 还创立红阳教 藏老北 就是巨路 穿过就是藏老北 就是贺贝的宁晋 宁晋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李向善 他化名叫李德胜 在武台上立了一块碑 讲他的这个事迹 意思讲他是这个 这里边给他编了一个出身 就是 他还是什么 八旗里的这个 蓝旗的守卑 后来出家当了和尚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老毛是明白 什么叫秘密的 所以他 他的化名啊 在山北的时候 转战到西白坡 平山嘛 后来建北京 在这段时间呢 是中共最 最火的那段时间 就是也就真正 中共实现了 他的这个建政的梦想的啊 在那段时间 他一直叫李德胜 他女儿叫李敏 一个叫李娜 这个来自于 这个论语上讲的啊 君子于 这个那于言 而敏于行 他这个敏啊 很有意思 你看江宝玉 他姐 不是他姐了 有他姑姑啊 林黛玉的妈妈啊 叫贾敏 就是这个姓啊 李敏 这个敏子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大脚印啊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 还有两 至少两处 关于这个 这个踩大脚印 怀孕的 记载 一个是华玉士 雷泽吕记 生福西士 而是中国 中共真正的人文十足 啊 福西士在位 一百一十五年 然后还有一个叫江源 啊 江源 屡 屡这个 屡地无敏 就是屡 屡的上帝的 这个武啊 武是 脚印的意思 啊 他也是神武的 那个含义啊 屡地无 屡地无敏 敏是吧 敏是脚拇指 就我们最近说 老是说这个 上传你的脚拇指印 啊 这就是无敏的意思 啊 就是敏的就是这个 脚拇指啊 脚拇指 所以他这个敏呢 他真实的含义 其实就 就就 就是这个 生命的由来啊 生命的由来 来自于大脚印 这个孕呢 就是这个怀孕啊 就江源 后来就生了 生了这个 生了他的儿子啊 就是中国叫后什么呀 我一下 讲不上这个名来 你要不要这个 这个发音了啊 就是他种植谷物的 这个祖先 他呢 发明了种五谷 就是他 再往下排 就是习近平呢 习近平的女儿 咱们知道习近平 可能就唯一一个女儿 叫习明泽 小名叫穆子 穆子 就是有些事啊 诡异的 怎么不能讲啊 就是用这个 一话一出口啊 它就会产生 产生这个 不可预料的这个力量 和影响力 但今天呢 也给大家讲一讲 因为时候 剧本啊 见证了这一步 很多人需要做 最后的决策的时候 有些事 把话挑明了 老毛跟习近平 确实是一个轮回 老毛啊 生于1893年 就是鬼四年 老习呢 生于1953年 60年以后 整整一个夹子轮回 也是鬼四年 也是鬼四年 鬼四年生啊 就这俩啊 在冥冥之中啊 有某种的含义 有某种的含义 因为啊 这个好多事啊 好多事 真是真是没法说 但我今天 也算是调的挺明了 就是 网上有的朋友 可能经常会看见 一幅图 叫做贪吃蛇 圣经里讲 叫做蛇 那个古蛇 那个大蛇 但中国的话 叫做龙了 那个圣经 基本上叫做蛇 这个 贪吃蛇的形象啊 象征叫 叫什么 叫这个 无限循环 使就是忠 忠就是使啊 蛇咬着自己尾巴呀 所以叫贪吃蛇 这个蛇 蛇是什么含义呢 其实就跟 毛和习是一样的 中共这个政权啊 从毛开始 从这个 从这个蛇开始 到习这个蛇 终结 习的使命 上天赋予习的使命 其实就是终结这个蛇 就自己把自己吞了 自己把自己吞了 这个 这时候啊 这个陨石 下降的这个地方 其实含义 是很明确的 含义非常的明确 那有心的人啊 你就应该听得 很清楚了啊 就是 吉林这个陨石将 上次降到永极县 这次降到了 松原氏 就松原 一切都是在 按剧本在 在发生 我们从 刚才讲到秦始皇 讲到秦始皇 这个秦始皇 他的一生 这个轨迹 大家看到没有 你不敢怎么折腾 金始皇多么雄心壮志 最后还想这个 传至于万代 把他这个 皇帝这个地位啊 一统天下之后 也传至万代啊 他叫做始皇 叫做始皇帝 松原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讲这个 历史上发生 东北地区啊 就最大的这个地震 那个时候叫什么 那时候叫 始兴县 他的 就是今天的诏元 就赵元 赵元县 赵是不是赵 就开始的意思 也是 源头啊 叫始兴 就在 就在松原 松原这个地方 然后 秦始皇呢 想传至万代 结果两世而亡 叫二世而亡 秦始皇一生的轨迹 折腾了半天 就是从这个 从七点啊 转眼圈又回了 生于邯郸 死于 这广宗 这俩地啊 今天就离的 大家知道离的距离 是非常近的 非常近的 就是一百一颗 一百一只死 一百一只五 也是我 我今天给大家看的 这个 这个图啊 就是这个 外星的这个 火种 它是这个能量源 藏在了胡佛水坝 胡佛水坝就是 时区分界线啊 这个胡佛水坝的 这道长是三 百三百七十九米啊 然后机器人 庆天柱 它的原型啊 就是这个 这卡车啊 叫什么 彼得 彼得比尔特 叫什么啊 三七九 就三七九的含义 大家也知道 我们也刚讲过牛顿 牛顿那个密码里边 含有的啊 三七九 就三加七 一零 七加九 一六 然后这个 这个立方体 就在这个地方啊 就得藏在这个水坝 这个肚子里 这个坝 这边啊 就是 是 是内霍达州啊 是这个石区 你走到那边 就要把中啊 就得 就得拨快一个小时 就石区分界线 其实就是逾越节的意思 最后都是逾越节的意思 跟秦始皇这个陨石 所象征的啊 所带来的这个 陨石降落的地方 就是秦始皇的这个 生死之地 所以今天 大家看到了啊 就是 松原 这个地方 陨石 然后呢 南方啊 你像这个 广东广西 这一代的 就是玉林 玉林地震 玉林地震 真是 你说你看到这些细节啊 这些细节都不是说 人的这个 杜撰了啊 就人的演绎了 它都是天象 这个天象 我们给大家讲过 它都是自然法则的体现 其实人类社会 也是按自然法则来运行的 它不管绕多大的圈 最后一定要实现 自然法则 所讲的 就是我们之前 好久之前讲的 这个爱因斯坦的世界观 它的价值观 就是认为 爱因斯坦就认为 这个人类社会的法则 就跟自然宇宙这个法则 就是把它统一起来 因为人类走得再远 你脱离的本相再远 最后总是要回到 你的那个本相 就是人类社会 也是平的 也是平的 我们希望习近平 他 这个平原啊 就秦始皇平原得病的地方 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习近平啊 也是兴而不兴啊 生在陕西 陕西人 富平 陕西富平这个地方 诡异的什么程度 就是巨鹿这个地儿啊 在往往改制的时候 有段时间也叫做富平 也叫做富平 所以有些话呀 就没法在往下推演了 你要再推演的话 那就直接就得说出 那种最终的结果了 就是最终的结果 就是天道法则不可违抗 天向示警的时候 那些握有传力的人 被上帝赋予了某种使命的人 就应该警醒 就应该警醒 就是说说到底 归根到底 你不管你自认为 多么伟大的人 其实都是凡夫俗子 肉体凡胎 你想跟这个世界至高的法则和力量 违抗的时候 那也是应该想想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一个死 就是一个灰飞烟灭 甚至会连累 连累整个家族 连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会倒霉 这个小行星 这陨石 大家知道 圣经 讲最后 有一颗行星 叫阴沉星 叫火流星 撞到地球上 像个火把 又像火山扔到海里 把地球上的人 灭了多少 多少 我之前 今天也跟大家讲 之前好像也说过 它就是指的 今天的五十一区所在地 跟大甲院所在地 这个地方叫阿拉莫 阿拉莫这个地方 就是三亿七千五百万年以前 叫泥盆济晚期 有一颗火流星 撞到阿拉莫这个地方 这个撞击坑的直径 今天最新的推测 应该是在直径的一百英里 但现在也能证实的是四十英里 即使这样的话 大甲院跟五十一区 都坐在这个地方 这个阿拉莫 这其实就是 怎么讲 就是圣经所讲的阴沉星 那个阴沉星撞的那个位置 它是整个人类史 就是上帝的剧本的一个核心点 这个地方就是三十七一一五 然后大甲院一一四 就是紧挨着 就都在 全在这一带 就是撞击之地 就是终结 就是撞击之地 终结什么 唤醒一种古老的沉睡的力量 一起来消灭暴政 秦始皇 秦的本意 他给人的印象 就是暴政 就是暴虐 残暴的统治 今天讲的呀 不多 就是让有心人听吧 我有些话也甭挑太明了 甭挑太明了 你要说听不懂 那就活该 活该啊 就是浑虫噩噩的过日子 挺好啊 你要听得懂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啊 就应该这个寒毛 竖起来了啊 就应该 晚上睡不着觉了 就应该想一想 这个时候 拍拍心一窝 拍拍心一窝 啊 想一想啊 对着自己的良心 呃 这个 掂量掂量 呃 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呃 还没什么呢 我估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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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认了